全球最大的对冲资金的公司 桥水的创始人达利欧 他最近就说 美国很可能处在爆发革命 或者内战的一个临界点 那么为什么呢 他先把历史分成了六个阶段 那么现在美国就处在最危险的 前沿的第五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新的秩序开始了 那么领导层巩固了权力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资源配置体制和政府的官交体制 建立起来和完善起来 那么如果这一步能够做得好的话 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和平和繁荣的时期 到了第四个阶段呢 就是支出跟债务就严重地过剩了 财富和政治差距渐渐地扩大 到了第五个阶段 就是财政状态已经非常糟糕 矛盾非常加剧 那么到了另一个阶段 就会爆发革命 或者是爆发内战 那么这个典型的周知 大概是一百年一个循环 其实呢 你用这六个阶段来分饰 我们中国的历史 也是有一些可以对得上的 那么达利欧就认为 美国现在正处在第五个阶段 就是它的财政状态非常糟糕 矛盾非常加剧 如果说这个阶段没有处理好的话 美国就有可能发生绿战 那么美国能不能发生绿战呢 美国现在是有些分裂的 比如说特朗普刚刚落选 但是马上又超过奥巴马 成为了美国最受欢迎的男性 而且美国最近又有黑的运动 那是不是真的会绿战呢 应该说可能性并不高的 因为美国立国至今 只发生过一致绿战 那就是南北战 它是专员组跟工业资本家的矛盾 那么这一之后 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对立的 它有种族矛盾 有机制矛盾 但是这些都不足以爆发内战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它有美元霸权 它通过这个呢 可以全世界割韭菜 那么割完的韭菜 可以缓解各种矛盾 所以你看前那些资本主义国家 它不太容易发生内战 但是美国它喜欢对外发动战争 每届美国总统都会发动战争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算是一个例外 那么等拜登上台以后 他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 那么拜登会选择在什么地方呢 估计呢 拜登自己也没有想好 导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